朱一龙河边的错误并没能带热影视 上映五天票房勉强过异 本周末将迎来二手杰作 一个和四个 困兽 白塔之光 画魔人 看不见的顶峰等十部芯片 市场这么大 票房竞争压力大 卖相稍微好一点的电影都积极投入宣发费用 努力做营销 提升观众的关注度 鼓励影院拍片 其中动作犯罪题材的困兽表现得很有底气 先是在北京做了手印里 接着就拉着主创团队一起启动了全国路演 路演的意义无需赘述 给影院信心增加排片 在路演中挖掘话题配合电影宣传 以及主创们和观众面对面交流 用最直接的方式接纳观众反馈 尽管新媒体大行其道 但路演依然是很多电影会选择的宣传方式 而且粉丝追星也在近两年迅速从传统应援 追着看演唱会覆盖到了电影路演 特别是有流量明星参演的电影 路演场次的电影票会被炒到天价 比如今年上映的消失的他 因为朱一龙参与路演 电影票800元只是影院官方渠道定的票价 黄牛加进来 甚至会将价格炒至万元 再比如孤注一掷 突然红起来了孙杨 也让路演电影票水涨船高 影院销售的价格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 但娱乐圈就是这么现实 有的明星受到粉丝热捧 十分钟左右的应后互动能卖到上千元 但也有过气的实力演员甚至沦落到无人问津的地步 不由让人唏嘘 说回已经启动路演的困兽 就陷入这样的尴尬处境 困兽是自10月21号开启多城市路演 通常情况下 有卖点或者流量明星的电影路演场几乎都需要抢票 秒光也是常态 但困兽路演场的电影票 即便有主创人员加持 电影票也几乎无人问津 甚至接到了路演场的影院 为了让场面不至于太难看 不仅票价极其低廉 而且还会送各种小礼物 经过几轮的路演后 虽然说困兽口碑还行 可是这部港片的预售票房还是不到100万 更残酷的是 10月27号是困兽的供应日 从目前的排片来看 它只占10.5% 排片率甚至不如国庆当期投出的奸如盘石 可见在影院市场中 对警匪类型的港片真的不看好 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14个一线城市 也是重要票仓 困兽在北京做完首映里之后 将在上映前一天到深圳录演 只不过和其他有流量明星参演的电影不同 困兽路演场的售票稍显尴尬 不但没有出现秒光的情况 甚至几乎到了无人问津的地步 接了路演场的影院为了不让场面太难看 开始寻求和观影团合作 不但不赚电影票钱 甚至血亏招募观众 如有网友提供的某观影团 在群聊里发布的招募信息 位于深圳市中心的影院 承诺可以为观众预留黄金座位 票价只要10元 还会送一瓶矿泉水 但点开链接发现 参与的观众并不多 只有41人 这家影城最小影厅的座位 也有超过150个 离招募满还有不小的距离 另一场更卷 5点40的场次只要9点9元 如果说下午四五点钟点 是非黄金时间 打工组很难参与 那么最下面那场路演活动 时间为18点50分开始 已经是下班后的黄金时间 这家影院的票价稍微高了一点 19.9元 但是会送一桶爆米花 看了下也只有41个人报名 显然观众对这场付费活动 并不感冒 而截至发稿 即将迎来上映的困兽 预售票房还不到100万 其实卖这么低的票价 不算送的矿泉水和爆米花 影院也都在赔本赚吆喝 从困兽的发行通知可知 北上广深四个A类城市 结算价为35元 这个结算价 是影院与发行方的结算价 简单来说 影院卖35亿张票 就要将35元全部支付给发行方 买45元 则会有一定盈利 而前文所述两家影院 卖10元的话 一张票影院要自己贴25元 加一瓶矿泉水 卖19.9的影院 一张票要贴15元 再搭一桶爆米花 这样的结果 归咎于参与路演的主创阵容 不太给力 没能吸引观众 从发布的信息来看 路演的阵容为导演鹏发 演员张兆辉 张国强和赵燕国章 领衔主演钟汉良和吴振宇 并没有参与路演 这三位演员的认知度不算太高 自然就不会太受欢迎 事实上 《困兽》在北京首映之后 口碑相当不错 我们看豆瓣上的最新评论 观众纷纷给出好评 有观众写道 有港片情怀的 真的不要错过 枪战 追击 爆破 蝉豆 一切都是熟悉的味道 还有观众圣赞困兽 让它再次燃烧起港片魂 好久没有看过这么刺激 这么疯狂的电影 其实2020年左右 香港警匪片就很被排斥 但是则之不深 只要制作班底过硬 明星阵容强悍 还是有人会偶尔期待一番 除了没完没了的犯罪警匪片外 今年还有成龙的龙马精神 说的是三十年前的龙虎武师 别叫我赌神 说的是赌鬼浪子回头的故事 有人说这是香港影视圈固步自封 始终还在将老一套的故事体系拿出来糊弄 事实上我觉得那些主流的香港影视人还是现实 并不肯将心思花在电影内核上面 还在套用老的香港爆片模式在制作电影 甚至连宣传方面都不肯另外花心思 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困兽 前期宣传都是在强调场景一 一还原 打斗流畅精彩 主演钟翰良为了达到效果 亲身上阵等等 咱就是说 钟翰良再怎么打 有当年成龙和李连杰那样精彩吗 这个噱头太老套了 不但不能吸睛 反而引起观众的反感 而且香港影视人应对港片颓废的方式也非常消极 依旧是不停地变换故事背景 抢劫扫毒不受欢迎了 那么就换股市博彩行业 二是不停地增加演员阵容 以前是一部电影一个影地 现在是一部电影三四个影地一起上 总之非常的敷衍 就如同一个人换了一件外衣 增加了几个配饰 但给你看的还是同一张面孔 所以这样的改变 观众根本不接受 也是香港电影遇冷的主要原因 但是香港主流影视人 似乎并没有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 他们还在香港犯罪警匪片上面增加砝码 明明今年香港所有的犯罪警匪片成绩都不理想 可是刚刚十月份又推出了一部刘德华 谢霆锋主演的怒火蔓延 其实这两年的电影 越来越折射出电影品质和流量明星脱钩的意味 比如流浪地球二 风神第一部等 品质佳 口碑好 票房高 但并没有选择流量明星 这些优质作品 从追星的思路进阶到了造星的格局 这是好的现象 相信没有流量明星的困兽 是品质过硬的好电影 也希望观众能把目光焦点 从明星身上暂时挪开一下 多关注作品本身 没准会有惊喜 但是我从观众到过一个月的月份 一定会发生了这些衣服 无论的缺乱